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诡辩主义者要把一切都相对化 认为真理也是相对的 知识也是相对的 知识不过是每天积累的东西 每天会变的东西 但是伯拉图认为 天下什么东西都可变 有些东西是不可变的 你比如说人的诚实 真理 正义 智慧 美 包括他的理想类型 那些东西缺乏变化 真理是不变的 真理是统一的 真理是永恒的 这就是伯拉图想说的话 伯拉图认为他的研究 就是要发现那些绝对的 不变的 真理性的 美的东西 这就是他为自己的哲学研究 找到了一个方向 我这么研究哲学干嘛呢 我就要在世界上找到美 我就要在思理之中 现象之中找到本质 我就要在各种结论里面 找到真理 这就是他和诡辩学派不同的地方 但是伯拉图不仅和诡辩学派不同 他和苏格拉图也不同 他认为苏格拉图并没有把握好 对于那个理想的分寸 苏格拉图的问题是出在呢 他把此案和彼案之间的距离 没有区分 也就是苏格拉图在精神上呢 也有灵与漏的区分 觉得那个能有精神的 也有物质的 有漏体的 也有灵魂的 但是他并没有把两者对立起来 那么伯拉图在这方面走的 走的那个比他的老师 苏格拉图更远一点 比如他说 苏格拉图呢 容易把实际上的法律 抽象的正义 这两个理念呢 看成是一个东西 那么苏格拉图认为 实际上的法律 实际上的法律和抽象的正义观念 两者是没有可能合一的 是两个东西 苏格拉图这样呢 就出现了他的纯理论的研究 他就是要为 纯理论性的研究呢 通过这样的研究呢 来发现真理 发现科学 他这么说 他说呢 经验呢 只是百分之五十的真理 也就是说你一个东西 被经验所证明了 他只是代表百分之五十的真理 他并不是真理的 全部 通过经验检验的事物呢 他只是观念的影子 也是观念还在那里 绝对真理还在那里 经验是什么 经验是现象 它不是本质 它只是本质表现出来的某种现象 因此他说 往往仅仅根据经验 来探讨本质 探讨真理 是不够的 因为他最多只能 是百分之五十的真理 因此哲学的目的 并不是用归纳法 从经验里面去 发现真理 他还要用假设 这个概念推理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那个 演绎法 来发现真理 演绎法发现的真理呢 是一种永恒的理念 这种永恒法 发现的那个真理是永恒的呢 它不能从偶然中发现 不能凭借你的感官来发现 也不能仅仅从经验来发现 它要有一系列的 很严密的逻辑思维 很严密的考证 也就是说 它通过一些概念 进行演绎 提出假设 然后再去观察 再去证明 最后得出真理性的认识 那么这样一种 哲学研究呢 往往被人称为 是一种纯粹的理论的研究 那么通过这样经验的 百分之五十 和演绎法的百分之五十呢 似乎能可以接近了 从真理性了 接近真实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又认为 人类这个过程 永远不可能完结 因为真理只是存在在 宇宙当中的 而人的考察出来的那些现象呢 仅仅是一种什么 能用自己的感官 能用自己的头脑 能用自己的逻辑 可能到的地方 而真理呢 比它要更来的崇高 更来的远 那么根据 那个布拉图的这样 一些方法呢 就是说呢 师父认为那个 绝对的 永恒的 那个次序呢 是存在彼岸的 那么这就是 他的灵魂说 他的灵魂说呢 就是说灵魂是什么呢 灵魂是那个感官 和那个 感官和那个 和那个人得到的那种 真理性东西的一种连结 他说灵魂是不灭的 是不是循环的 所以他最后还是一个灵魂说 那么布拉图的那样一种思想呢 他呢是刚才所说的呢 介绍的呢 是他作为哲学家的一面 但是作为政治家的一面呢 布拉图显得有点不一样 作为那个政治家的布拉图呢 他比较注重的是实践的一面 比如说他写过一本书 就名字大概就叫共和国 共和国是布拉图提出的一个什么 理想的皇国 理想国 名字叫理想国 那么那样一个理想国呢 或者那样一个东西呢 他的目的呢确实要分为分析人类的现实的社会 他要想的问题是如何让人类的社会比较公正 那个公正又是如何实现的 那么在他的理想国里面呢 那布拉图就开出一些药方 布拉图认为社会应该是分工的 应该有社会等级的 可以分为劳动者 保卫国家的人和统治者 布拉图提出了一个浪漫作业想法 认为哲学家来到统治者 转化行政是最好的了 那么他注意到一个现实的社会里 有财产的问题 他认为那些精英分子 统治者呢 应该实行公产 他认为劳动者却不必 这样呢 劳动者也就是大多数人 因为财产地位的不同呢 他们是不一致的 不一致呢 就是他们不会联合起来 他们不会联合起来呢 就不会推翻少数人的统治 那么布拉图呢 还有理想国的形式 乌托邦啊 理想国 那么他的东西呢 说我写的东西不是现实 我是为我们人类 那个致电一个理想的皇国的模型 所以他呢 这个东西呢 也可以叫做乌托邦 布拉图呢 还认为法律很重要 他认为法律就是非常的重要 政府的形式也是很重要 他甚至还发现了 政体运行的一种规律 他比如说君主制 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会演变成暴君的制度 暴君又要被人推翻 那么推翻了 以后呢 就几个大的贵族家庭来掌权 这叫贵族制度 贵族里面又会产生出 某种首领 这种首领变成寡头 那么变成垮头制 寡头最后要被人民推翻的 那么又会产生民主政治 民主政府呢 又会导致一种无政府状态 那么吴正方状态呢 人们又寻求君主 所以呢 他认为政治的政体形式呢 是不断地这样交替的 演进的 那么贵族呢 他呢 除了那个哲学上 政治上的发现以外呢 他对文明也有一个看法 他首先是区分了人和动物 他认为人的皇国和那个动物 比如说猪的皇国 猪的城市应该是有分别的 他的猪的城市呢 用的英文就是City of Pigs 他说人和猪的区别呢 就是猪是需要物质的需要 人是非物质的需要 人的 真正导致人的开心的事情 是人的情感和人的美感 或者人的发现 发现什么呢 发现美啊 智慧啊 真理啊 幸福啊 然后人还能够运用他这些能量 来自我表达 这些最幸福 而不像动物 动物仅仅要的是物质 吃饱了就高兴 不吃饱就难过 这就是动物 那么人呢 是一种高级的生存 高级的生 那个 高级的生物 那么这样一来呢 实际上布拉图就要求了 有一种更加文明的社会 布拉图也教了一个学生 这个学生叫做亚利斯多德 也是一个大哲学家 亚利斯多德呢 是生于公元前的384年 死于公元前的322年 他一共活了62岁 亚利斯多德是个大学文家 他是个 在很多个学科里面 都有很重大的贡献 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了逻辑学 情恶上学 哲学就是 伦理学 美学 生物学 心理学 物理学 政治学 哲学等等 他在各个方面呢 都有超人的 超凡的成就 他主要的工具呢 就是逻辑 什么东西都要逻辑 要进行推理 要分阶段研究 这样一个亚利斯多德呢 他写过两部分的著作 一部分是对话题 像布拉图一样 还有一部分呢 是他的那个 政治学的著作 他讲那个里面有很多个城邦 他记住每个城邦都写一卷 写一本书 但是后来呢 都遗失了 只留下那个雅典 关于雅典宪法的那部分 好像还保留着 那个亚利斯多德呢 就非常重视技术的问题 他被人称为 是一个技术类型的哲学家 也就是说呢 他做事情呢 都是要用逻辑 来进行分析的 他不是轻易的 就通过讨论 就得出结论 他一定要通过逻辑 来学到真理 他反对布拉图 关于真实的存在 他反对布拉图 真实存在于宇宙 之中的 这样一个观点 布拉图不是把真理 真实 最好的东西 存在于宇宙之中 也就是存在于彼岸之中 这样一个观点呢 那个亚利斯多德是 不同意的 亚利斯多德认为 真实是通过观察而得来的 你看不到东西 你怎么去证明它呢 所以呢 他就反对一种先知先觉 反对选想 他认为任何真实的东西 真理性的东西 都要通过逻辑 实验 再证明了 这样东西才是被认可的 否则呢 就不能被认可 那么那个亚利斯多德呢 也是第一个解释原因的人 他对什么东西都要决定一个因果 他往往有四个阶段 首先比如说有个东西 他要确定什么什么个东西 什么个物质 然后他规定一个形式 然后加上一个作用 最后呢 他给它起个名称 给它一个用途 你比如说 你的东西是一棵蔬菜 那么他呢 那个就要给它一个形式 首先说这是一种什么菜 然后呢 他要给它一种形式 给它一种形式 说这个菜可以怎么烧呢 浮于是一种什么烧法 然后呢 你加一个作用上去 最后呢 你说 这个菜应该是一个家里吃饭用的 一个青菜 然后你就当然被家里用 假如你是一个物呢 是一个物呢 可以把它制作成一个 很重要的宫廷餐 那么你最后给它起个名字 然后它的用途呢 根据它的用途 把它放到某个地方去 它用这一团来看人也是这样 你是什么责量的人 然后应该把你训练成这样 然后你又成了什么样的人 或者你是个士兵 你是个哲学家 或者你是一个其他的 那么然后呢 根据你这个用途呢 把你分配去当士兵 把你分配去当哲学家 把你分配去当老师 等等等等 所以从它用这英国的解释方面呢 我看到呢 它呢是根据一种社会学的观点 来分配人的职业的 这一点和柏拉脱不一样 柏拉脱在这一点 完全是一种精英意识 因为国家应该有一种上等人 有一种哲学精英去统治的 那么亚里斯多德在这一点呢 强调每个人应该英才师教 然后呢 分配他最合适的工作 那么这样一个体系呢 就被称为 苏格拉的哲学学派 那么苏格拉的哲学学派呢 在西方呢 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那么 欲子同时呢 在和希腊很远的地方 就是中国 中国呢 也是在公元前 我们说苏格拉的哲学公元前 什么时候的人 苏格拉的哲学公元前469年 到公元前399年的人 那么在中国呢 也出现一个伟人 这个伟人呢 就是中国山东渠富的孔夫子 那么孔夫子的一些思想呢 完全是东方式的 完全是中国式的 他在中国 这个世界 中国呢 发生了非常长远的影响 那么我们呢 把孔子和苏格拉的 这两个当时最有智慧的人 学问最大的人的思想呢 作为比较 应该是很有趣的事情 那么我们首先要看的呢 是这两个人的共同点 我们说了 大凡那个伟大的 那个学者 伟大的人物啊 他们都有些共通的地方 他们都是伟大的学问家 应该说是当时最伟大的知识分子 孔子和苏格拉的 他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的地方 我们要说吧 第一点是什么共同呢 就是他们都是民间的知识分子 苏格拉的也当过一阵官 孔子也当过司客 辱国的司客 也从过一阵阵 但是根本说来 苏格拉的和孔子 都是民间的知识分子 他们从政的时间不长 基本上他们的身份是一个老师 是一个作者 是个编者 是个教育家 但是他们的思想却很深刻 他们一个创建了苏格拉的学派 一个创建了鲁家学派 所以呢 他们都是重大的哲学学派的创始人 所以他们真的身份啊 也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伟大的教师 苏格拉的学生 很重要 他教过谁啊 布拉图 圣诺芬 教一个城 布拉图也是伟大的教师 他教出了苏格拉的 苏格拉的也是伟大的教师 他教出了一个 马其顿的将领 名字叫做亚历山大 就是后来搞东征的 这个亚历山大 孔子的学生也不计其数 里面著名的学生就有72个 72学 还有他们的 整个在里面学过的人 号称有三千 三千就是个塔学啊 那么孔子就是一个 塔学的校长 三千个学生跟着塔学 这个学校是培养什么的 这个学校好像什么都要学 要学习音乐 要学习诗歌 要学习骑马 还要学习鲁家经典 还要对话 还要学习道义 还要学习人理学 还要学习政治学 学那么多东西干什么呢 主要是培养政治人才的 所以孔子的那个学校啊 假如我们给他个名称呢 应该说 他是古代的政治培训学校 古代的政治大学 因为他是专门培养政治型人才的 他们都是伟大的教师 他们还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呢 孔子和苏格拉底 都很失败 孔子曾经当过官 却当不成 后来孔子总是带着他的学生 一个一个 那个诸后那里去游说 但是得不到采用 苏格拉底的命运更悲惨了 苏格拉底后来呢 被人加上了两项罪名 一项是污蔑神灵罪 一项是搬坏青年罪 居然被处死了 所以苏格拉底后来是喝了一个毒酒 被毒死的 那么为什么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呢 会有那么多失败呢 主要呢 因为他们是大思想家 甚至他们是超前的大思想家 他们的思想 和他们生存的那个社会 现实之间呢 产生了非同一般的矛盾 他们的超前性 也可以说他们的理想 实际上都是超越他们同时代人的 他们也都是改革家 他们要求改掉一些社会的毛病 向往一个让人们得幸福的新社会 这就是他们为什么 会被人以各种各样的名义进行排挤 乃至于处死 这样一种状况出现 所以呢 他们都是大的思想家 也是入室的 他们是改革家 他们要拯救这个社会 像孔子就要改革制度 脱骨改制 就要建立伦理学 按照伦理的要求 来均均层层层夫妇自治 以便根据中国的伦理学呢 建立起一种比较先进的政治体制 苏格尼也是这样啊 他的学生布拉图 为什么会去嫌理想国呢 就是这些人 虽然是哲学家 但是都是路式的哲学家 都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学问研究 对现实世界有所帮助 有所改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